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回到牛小咖 我是你们的咖啡师Sophia 叮 圣诞节和新年马上就要到了 让我们来看看牛小咖这一期讲了什么 OK 没错 你们没走错频道 感谢Sophia小姐姐的这个友情出镜 那以后我们牛小咖频道呢 也会邀请很多这种咖啡行业圈子里边的up主 来我们频道一起来出镜 那这期节目呢是一期我们的新年种草的一个视频 就是我平时自己用的一些跟咖啡相关的一些小物件 我会给大家分享出来 今天的第一款是这款这个Stock这个杯子 我用了大概有三个月 我喜欢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它的外观蛮好看的 它是这种你看是这种倒三角形的 然后它的身材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就是小姐姐的身材 非常喜欢 而且它的材质是这种有点像这个陶瓷的材质啊 你可以听声音 我不知道你们能听不听得到啊 还有就是它下边是有一个就是这种塑料的这种缓冲的这个做的 就它不是那种硬的 你看 放的话它是这种可以有一个缓冲的这样的效果的 就非常有意思 而且这是JJ林俊杰的同款 前段时间JJ不是在上海开的一家咖啡店吗 他去他的店里边的时候呢 他就是拿着这个杯子 而且这个杯子在他店里边好像是有卖的 当然我不是在他店里边买的啊 我是用了一段时间了之后 我才发现原来JJ也用了这一款 所以说不是我跟得疯啊 当然它是喝咖啡的啊 如果你要是买水杯或者是保温杯 千万不要买它 它不能保温 就比如一杯咖啡 你可能放到这里边在一个小时内是ok的 但是超过一个小时之后它就完全凉掉了 我平时出门的话呢 我会把它放到杯包的侧包 因为上海有很多咖啡店 你拿着杯子去的话 它会给你打个折嘛 那所以说呢 这个杯子是目前我自己一直在用的一个咖啡杯啊 就是之前当然也有用过这款 是我在那个澳洲买的 它是cape cup 但是它是和那个世界冠军Sasha Thetik合作的一款 是honored 因为有了新的 所以说我就现在就把它给就躺着睡觉了 哎 人怎么能这么喜新厌旧呢 哎 这样不好 ok 接下来第二个 第二个呢 这个是我前段时间啊 我前段时间去韩国 在韩国的咖啡展买的一个杯子 这个杯子非常有意思 非常非常有创意 它是一个倒影杯 什么倒影杯呢 它是一个纯镜面的 然后呢 它的这个盘子上边啊 它是有一个倒影的图案的 我买的是一个熊猫 然后呢 这个熊猫的这个图案 杯子一放放上来之后 它的整个熊猫的图案就是映射在这个杯子上面 所以说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 那个时候我在展会的时候呢 就第一眼就被它吸引到了 所以说就买了一个 那个时候我是买的是5万韩元还是5万5韩元 我给忘记了具体 所以说和人民币的话 就是两三百块钱一个 虽然说有点贵啊 但是我觉得买一个收藏是蛮不错的 然后呢 它还有不同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图案 斑马呀 有这种骆驼啊 鸟啊 狮子啊 非常非常漂亮 这个杯子呢 是叫L-U-Y-C-H-O 我在那个淘宝上 我看到它们有做这个代购的 但是它们价格好像还蛮贵的 如果你们真的非常喜欢 你们刚好也有朋友在韩国 这是一个韩国的品牌 可以让韩国朋友帮你们带回来 OK 第三个是 是不是感觉非常喜庆红色的 对 这个是泰摩的一个新年的套装 摩托机 红色的机身 手冲壶 哇 这个颜色 真的很漂亮 很契合这个新年的这种感觉 绿杯 分享壶 泰摩的东西其实我平时也在用 电子秤啊 手摇摩托机啊 我觉得设计的还蛮好的 然后这个是新年款的 刚好冲一个咖啡 边冲边 边给你们种草 偶尔喝一喝手冲咖啡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因为我基本上平时都是以喝意识为主 首先第一它做的更快 第二 移不到位 但手冲咖啡的话 它就是尝一尝不同产区的味道 我觉得非常有新鲜感 我觉得做手冲咖啡 最开心的就是当你在享受每一个制作步骤的时候 哇 感觉非常的有这种仪式感 就是用这种手末去磨这个豆子的时候 咖啡豆的香气就能闻得到 磨完粉的时候呢 就敲几下 就可以适当的把一些它的粘在豆仓里边的粉啊 都可以把它给震下来 你看这个它就直接震下来就非常干净 基本上就解决了这种静电的问题啊 然后这边呢是卢旺达 卢旺达豆子其实还蛮多的 而且是非洲嘛 先闷蒸一下会儿 所以说有很多朋友呢会给我发自信 然后有一些他们的预算不高的 可能就是一两千块钱的预算的 平时喝一喝咖啡 那我就会推荐 你们最好是买这种手冲的这种设备 不要买咖啡机 因为如果你要买咖啡机的话 预算会稍微高一些 像这种的话 可能就是一千块钱以内 你买一套制作手冲的 我觉得就在家里边做非常划算 而且手冲咖啡的制作方式呢 也比较简单 它不像是义式 义式的咖啡呢制作会比较复杂一点 手冲咖啡成本也不是特别高 哇 有一股酒香的味道 OK 那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第三款推荐 刚好这个红色的也硬衬了我们新年的这样的一个气息 这一套700块钱左右吧 蛮便宜的 像一个磨豆鸡 手冲壶 分享壶 绿杯 然后绿纸 我觉得真的在家里边还是 就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如果你们谁喜欢喝茶呀 喜欢清淡一点的味道 手冲咖啡真的非常适合你们 OK 今天的第四个是推荐给 喜欢拉花的朋友啊 如果你是咖啡师 你喜欢拉花 这个拉花缸就非常适合你 如果你是家庭里边的爱好者小白 那这个你不要买 因为它不适合你 所以说如果你是专业的咖啡师和比赛选手 这款是非常非常值得入手的 750毫升 它在制作拉花的时候呢 很多拉花的图形都能帮你实现 细线条的 粗线条的 包括组合图的 我之前有讲过 不要用它打奶泡 很浪费牛奶 通常呢就是打发完奶泡了之后 导入到这个缸里边 用它来做拉花就OK了 拉花缸的缸嘴啊 也是非常适合去制作 高难度一点的拉花的 它的这个嘴是稍微偏窄一点的嘴 但是呢它也能够有效的释放出来一些奶泡的流量 再加上它有一些外翻 去制作拉花的时候 收尾它就不会有那种断断续续的牛奶 好 这款是Ada Crew的太空人 一款我介绍两款咖啡豆吧 依然是红色的啊 新年了一定要喜庆一下 那这两款咖啡豆呢 它都是义式咖啡豆 就是我刚才说过 我平时我喝咖啡的习惯 是我以义式为主 那这两款咖啡豆呢 它一个是偏巧克力厚重感的一个平配 一款呢它是偏甜感以及酸感 稍微风味一点的咖啡豆 那这两款呢 一款它适合做牛奶咖啡 另外一款是适合做美式咖啡 我平时喝blend999喝的多一些 然后这款呢 基本上我平时喝义式 最主要喝的一个豆子 非常稳定 我平时喝咖啡的口味 我个人偏好的口味是不要太酸 也不能太焦苦 是处于中间的这种比较平衡一点的咖啡 我也知道很多大部分人也接受不了这种酸的 特别是那种尖酸的 这个999其实就比较符合我喝咖啡的口味 就是用椰家和微地马拉这两款咖啡豆 拼配的 中度偏深一点点 所以说整个味道表现出来之后 平衡感非常高 OK这是今天的第六个要种草的 这个是Fellow的手冲壶 其实我平时也是比较喜欢稍微有设计感一点的 如果你喝咖啡很久了 你喝咖啡有几年的这样一个时间 你可以考虑入一个这个稍微价格贵一点的 它也比较耐用的 那之前呢我有测评过 如果要是对这个感兴趣的 你可以看一看我之前的一个测评 其实我突然发现这个手冲壶 和它是不是有点像 这是我突然发现的 是不是有点像 有一点点对不对 如果你刚入门咖啡没多久 我不建议你买 如果你是爱好者或者是发烧油 可以买一个玩一玩 今天的最后一款 也是我之前测评过的一款 咖啡机 La Specialista 这是它2019年的一个新的型号 我之前有做过一些测评 想要了解它 你可以看一看我之前的做过的两期测评 那一期呢是我开箱的 另外的一期是我做的一个深度的体验的 这款呢我推荐给什么样的人买 如果你是发烧油 咖啡发烧油 你千万不要买它 因为它肯定满足不了你的需求 这款机器啊它纯适合家用 就是你只是为了买到它喝咖啡的 作为杯品质不错的咖啡的 但是你如果要是想把玩 想要研究 那这个咖啡机可能满足不了你的需求 所以说呢它就是偏向于非常普通的这种家用客户的一款机器 每天做个几杯咖啡喝一喝 有亲朋好友来家里边可以给他们展示一下 你做咖啡的这个这样一个手艺就OK了 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种草的一些东西啊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平时每天都在用的 新年也马上到了 所以说如果大家考虑新年要添置一些咖啡的这些小物件 就是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我这个视频 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愉快的心情 OK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这个长按 是这边的一个这个对不对 然后长按是两秒还是三秒 三两一下 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Cheers 下期节目 下期再见